台风轩蓝路如今现在是逐渐的在靠近 那么中央气象局在上8点30分 已经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其实在昨天就有四名游客来到台东冲浪 结果晚上风浪是越来越大 当众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游上岸的 所以同时有人赶快来报警处理 外面上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开始受到台风外温环流影响 海边开始出现有一些长浪 所以在昨天搜救时候 海巡消防出动加入救援行列 但是因为海上的视线不佳 海枪恶劣空情直升机也在空中盘随找人 根据了解这一名31岁的无姓男子 是国小体育老师 虽然被风浪捡住外海 但是呢他是非常的冷静 等到风浪变小之后 游了两个小时回到了岸边 被拉上岸 经过评估不效送应也没有生命危险 而至于在台风的最近动态 我们看看气象局的最近说法 现在强度又有减弱一些 主要来说就是来到这里 速度变慢之后 海水的海温相对来说 是没有像之前这么的高 另外受到风切的影响 所以它过去的强度是比较减弱一些 不过我们预估它未来 持续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离开冷海温的地方 来到相对比较有利它的环境 它还是有增强的趋势 而且不排除它的暴风圈 会在持续的扩大 未来在未来12小时的时候 台风向以比较慢的速度 每小时6公里向北北溪的方向移动 再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向北的方向移动 明天早上8点位置 大约来到俄罗安比东北方 也是430公里的海面上 目前我们发布海景的区域 主要针对的就是在北部海面 东半部海面跟巴士海峡 我们看到它的暴风圈 已经逐渐进入我们的巴士海峡 跟东南部海面 在这一报我们的新增 未来可能影响北部海面这些地区 要请这些地区的作业船只 一定要严价戒备 由于台风在我们的附近 所以台湾附近的风浪 都来得相对是比较大一点 以目前来看台湾附近的浪 大概都是2米以上 尤其在马祖 澎湖 北部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的海面 甚至有4米以上的浪高 请大家如果没有事情 请务必到海边活动 另外从风力的观测 我们也可以看到 目前整体来说 风力观测最大的地方 第一个是在南宇 阵风有到11 另外澎湖的东级 也有到10级 此外在澎湖嘉宇的地方 大概有阵风8级 阵风10级左右 基隆市的话阵风来到8级 除了刚提到这些地区 包含基隆 桃园 还有台南这些地方 都有阵风7到8级左右 这些是目前 现场局它人工观测的风力资料 除此之外我们要提醒 有些地方的测站 包含基隆北海岸 一直到整个西半部沿海 这些地方 这些目前观测到的风力 都已经来到8级以上 而且高架路段 尤其在中部 南部这些高架路段的风力 也是不小 大家用路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有悬挂物一定要特别注意 请一定要悬挂紧一点 里面砸伤路人 大家在这段期间 一定要特别小心风力的影响 我们从风力预报上面 可以看到未来的整体趋势 从整体趋势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提醒的就是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宜兰 花莲 兰宇绿岛 以及澎湖 马祖这些地方 未来可能都是有 9到11级的强震风出现 而从第一段的趋势 一直到第二段趋势 可以看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主要来说的话 第一段到第二段 也就到今天晚上 陆夜零点的时候 整体台风它的变化并不是太明显 它的路径几乎在原地打转 比较明显的时候 等到第三段 台风稍微北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南台湾 其实包含屏东 恒春半岛的风力 也比前面的时间 会再稍微增强一些 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时候台风 因为有稍微比较北上一点点 带来一些西北风 所以台南 高雄 屏东 这时候都还是要持续注意 强风的行情 这在风力预测的部分 而至于雨量观测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整体的雨量量值 现在最大的地方分布 是在北台湾地区跟宜兰地区 这里来说宜兰的雨量来到140毫米 台北的岸部来到137毫米 这样的降雨的情况 今天会持续到明天 整体的降雨现在可以看到 几乎都是在北台湾地区 从雨量的预测上面 可以看到不止北台湾地区 包含的在未来的24小时之内 苗栗以北的山区 持续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这些雨量会估计到200到340毫米左右 另外在宜兰的山区 有150到250毫米的情形 此外台中市云林 还有包含南投这些地方 它的降雨情况 在未来也都是会比较明显的 尤其我们看到 整体的总雨量来说的话 包含台中云林这些地方 都有200到400 200到350毫米的降雨 那么至于在苗栗以北 刚提到这些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 在未来的总雨量来说的话 有可能来到400到700 这些降雨的情况 请大家务必要注意 因为今天来说 台风现在还在台湾的东侧 而然比东方而已 它未来的移动速度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整体的降雨 现在可以看到集中的 都是在比较偏北台湾地区 等到明天之后 包含中部山区 甚至南部山区 都要特别注意这种强降雨 会发生的情形 北部的整体的降雨的量值 会累积的更快 这请大家特别注意的 我们再回到雷达回波图上面 来看一下目前降雨的情况 从雷达回波图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东侧 这是目前台风在的位置 它的眼相对来说 没有像昨天那么强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已经减弱了 不过说它的外游环流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 北台湾地区 现在目前的降雨 相对其他县市 都是比较明显的 其他地区都是 断断续续的降雨而已 不过北台湾整体的量 比较偏多 都是偏像雨或阴雨的天气 整体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 现在目前在北台湾 但是等到今天晚上之后 中南部陆续也开始 有些降雨的情况发生 我们从电量降水预报也可以看到 如果预估到晚上8点以前 降雨就是在北台湾 相对是比较明显 尤其是在雪山三昧西侧 新竹以北山区 或苗栗以北山区 这些地方 可是到晚上8点之后 我们发现除了 北台湾降雨持续之外 另外连中部山区 刚提到的台中 或者是南投云林 这些地方 下雨的情况 也会再明显起来 这边还是最后提醒大家 明天整体的降雨 还会再持续 比较台湾之外 中部山区 都是要特别留意到的地方 整体的降雨 要慢慢的缓和下来 要等到礼拜天的下半天之后 那如果依照这个 现在目前的路径 预报不变 它的暴风性 在持续扩大的话 相当局最快 可能在今天午夜 也不排除 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请大家特别留心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迹象资讯 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海景已经发布了 现在是个中度台风 但将去提醒 暴风圈可能持续扩大 所以在明天 有机会再增强 成为强台 粉砖天气风险也预估了 在今天深夜 明天清晨 很可能宜兰 北北极也有机会 列入到路上的警戒 而受到台风 为无关的影响 今天包含了台北 新北 桃园 新竹县 宜兰 县县山区 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几率 台湾以北 新竹 苗栗 宜兰 台中山区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所以提醒特别 要留意贪方落实 以及吸水暴涨现象 而现在开始 外国环流 已经逐渐影响到 我们的海面上 包含了暴风半径 也逐渐的扩大 那么在持续扩大的话 就会扫进了台北 台湾的东北角 但是现在呢 有往我抱怨说 没想到真正影响时间 这么好 就是落在周末 所以就放不到台风架了 抱怨是资方台风 不过有人说这个台风 在台湾附近晃这么久 陆日影响最大 真的是太过分了 不过也提醒 暴风圈 不一定会碰到台湾的陆地 这台风架也不一定会放 大家还是得面对现实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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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